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评定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 普通话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正在下降 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中美关系的恶化 美国年轻人对学习普通话的兴趣也大幅减退 即使在旧金山湾区这样的多语言社区 学生们也更倾向于选择西班牙语而非普通话 这种趋势对中美两国的互理解会有什么影响 为什么韩语反而在崛起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纳迪亚 亚历山大 纳迪亚 Alexander 在开始她的高中学习时 碰到了一个让她犹豫不决的选择 是否要学习普通话 她在旧金山湾区的阿拉米达郊区上学 这里的公立学校提供为期三年的普通话课程 然而她最终选择了学习西班牙语 她坦诚 我确实考虑过学习普通话 但觉得西班牙语对我更有帮助 尽管我知道湾区有很多普通话使用者 这个决定并非偶然 她反映了全美范围内的趋势 随着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和中国经济的降温 美国年轻人对普通话的热情正在减退 根据纽约现代语言协会的数据 美国大学学习中文的人数 在2021年比2013年的峰值下降了26% 虽然该协会自2021年以来 未发布新的数据 但许多学校的工作人员认为 普通话的学习已经停滞 甚至可能继续下降 斯廷森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孙韵直言 学习中文的实用性和价值 已经贬值 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 对去中国旅行 做生意或工作的前景感到兴奋 他的观点 得到了威廉姆斯学院亚洲研究教授 科尼利厄斯·库布勒 Cornelius Kubler的支持 库布勒指出 中国经济的降温 减少了美国人掌握中文的就业机会 亚历山大的同学佐伊·迪亚兹 Zoe D.S.也选择了西班牙语 她解释说 我哥哥在Dulingo上学过普通话 但我更想和住在尼加拉瓜的家人交流 因此学习西班牙语对我更有意义 这样的决定在全美范围内并不罕见 新冠疫情对中国与美国家庭中 普遍受欢迎的课后普通话学习项目 也造成了冲击 北加州中文学校协会副会长 李诺亚 Noyale 指出 学生无法亲自上课 导致许多人离开 协会的会员数量 从五年前的一百所学校 缩减到如今的八十所 原本服务超过一万名学生的项目 也受到重创 位于奥克兰的雄家族中文文化中心 在疫情期间 失去了750名学生中的250名 董事会主席吴琼斯 Jones Wu 表示 学习中文的兴趣还在 但热情已不如从前 他补充说 美国对中国政府的行为 有很多负面报道 威拉米特大学的经济学家梁艳 The M Yen 强调 这种趋势的后果不容小觑 对普通话兴趣的减退 将削弱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理解 他说 越来越少的人学习中国 这对双边关系真的没有帮助 然而 当普通话的学习趋势逐渐减退时 韩语却在美国兴起 库布勒表示 韩国流行文化 如K-pop和韩剧 显而易见 是其主要驱动力 韩国的经济发展 及其对北韩的关注 也提升了韩语的地位 此外 美国对中国在疫情初期的角色 以及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 也使学生远离学习中文 尽管如此 加州协会的会员数量 正在慢慢回升 虽然一些中文学校 减少了课时 或增加了语言学习以外的内容 李诺亚表示 新的教学方法 正在利用互联网技术 帮助教师准备课程 学生则可以在 没有记忆压力的情况下 增加词汇量 这也让普通话 重新获得了一些吸引力 他补充说 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仍然看到 学习这门语言的经济价值 这一点在20岁的 俄勒冈大学学生 马坦 哥德曼 麦丹·郭德曼 身上得到了体现 自高中四年级以来 他已经学习了近三年的普通话 他回忆道 一开始是因为我喜欢中国菜 而且 我的很多同学都是中国人 所以 当我的课表有空时 我就选了这门课 哥德曼今年夏天 参加了在北京师范大学 举行的 为期八周的 普林斯顿北京学习项目 他谈到 学习普通话的回报 是我能够出国留学 并结交一些朋友 这让我有机会学习到一些 我原本无法接触的广泛主题 他的经历表明 尽管整体趋势 对普通话的兴趣有所减退 但对某些个人而言 这门语言 仍然充满了吸引力 和实用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 普通话的学习 可能会在新的教学方法 和技术的帮助下 重新获得更多的学生 总而言之 普通话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 正在下降 这一现象 是多方面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 经济前景的降温 到新冠疫情的冲击 再到其他语言的文化吸引力 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 年轻人对普通话的兴趣 然而 尽管如此 利用新的教学技术和方法 普通话仍然有可能 重新吸引那些 对中国文化和经济价值 感兴趣的学生 无论如何 这一现象的发展 还需要更多的观察和研究 才能全面理解其长远影响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 我要指出普通话学习的价值显而易见 学习普通话不仅能打开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还能增强跨文化交流 促进全球化时代的合作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2021年中国GDP高达17.7万亿美元 这意味着学习普通话可以带来无限商机 谢谢楚天书的发言 我是谢琪琪 虽然中国经济强大 但学习一门语言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 现在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学习实用性更高的语言 例如西班牙语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 美国有超过4100万人说西班牙语 这意味着学习西班牙语在日常生活和职场中更有用 谢琪琪 我明白你的观点 但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在科技和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 中国是5G技术的先驱 华为、中兴等公司在全球通信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 掌握普通话 可以让年轻人更容易进入这些高科技领域 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好的 楚天书 但你是否考虑过中国政府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根据皮油研究中心的数据 2021年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降至20% 这使得许多年轻人不愿意投入时间学习一个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国家的语言 相反,韩国流行文化的兴起让韩语成为新的热门语言 更符合年轻人的兴趣 你提到的确实是目前存在的问题 但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加强中美交流的原因 越了解对方,越能化解误解 学习普通话能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促进和平与合作 看看普林斯顿的大学生马坦哥德曼 他通过学习普通话 不仅能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 还结交了很多中国朋友 这正是跨文化交流的最好例子 楚天书 我尊重你的热情 但现实是 学习一门语言的动机很多时候 来自于流行文化和实用性 韩国的K-pop和韩剧已经征服了全球 让年轻人自然而然地对韩语产生兴趣 相比之下 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够吸引人 这也是为什么普通话的学习人数在下降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感谢大家收看订阅 各位网友们们님께感谢观看